其实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我跟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也交流了 大家都特别想知道 对于自信这样一个概念 您能不能先做一个简单的定义 好 我谈一谈我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自信 刚才你已经用了一点比喻 比方见了陌生人 或者在一些环境中 是不是自己能不能辞不达意 我觉得那只是自信的一种外向的行为表现 其实自信这个词在中国的文字中 它的含义还是蛮深的 因为跟自相关的 可能除了自信以外 有自满 有自负 有自豪 自恋那当然属于另一个环节的 但是如果把这些字 我们仔细的琢磨一下 可能自信更是一种内在的东西 那么多一点可能会多 少一点就会变成自卑 所以的话自信更是一种内在气质的修炼 从这种意义上 刚才你讲的碰到生人的这种紧张 或者是词不达意 某种意义上是做一种技能 是可以修炼出来的 可以提高的 那么最关键的是要锻造一个内心的本身的前置 所以才可以逐渐的把你外在的这些 这种不自信的表现 或者一些行为的模式给它修改 所以我更认为自信是一个人生的修炼的过程 也是一个走向社会人都会走过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说 从一生下来就是一个自信的娃娃 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而经过了无数的磨炼之后 他不断的锻炼自己的一种能力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